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6月28日 星期五 农历5月23 我是朗星 我是KTT 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 今晚的专题节目是专家论坛 今晚西城夜话的话题是艺术人生 中午的节目包括 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述连载 西雅图上您说 台长金香 汽车美丽说 发现无息 西零港湾和人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 舌尖上的西雅图 爱情麻辣汤 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 包括粤语歌曲 跟我学粤语 吃喝玩乐西雅图 以及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 网络 手机 收听我们的节目 广播频段是AM1150 或者HDFM98.9 Channel 3 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 slash links online 手机收听 请下载 Chinese Radio 西雅图应用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俄罗斯星期五抗议日本计划在北海道岛举行联合演习 并指责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让日本走上局势升级的危险道路 俄罗斯外交部在其网站登出的一份照会中说 俄方向日本大使馆就日本宣布于本月早些时候与德国和西班牙演习一事提出了抗议 照会说俄方告知日方断然不可接受在俄罗斯远东海岸附近从事军事活动 特别是考虑到参加演习的北约成员国与该地区相距遥远 俄罗斯外交部的这份声明称 我方认为此类活动对俄罗斯联邦的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我方强调岸田首相政府的不负责任政策正在使东京走上东北亚 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局势升级的危险道路 声明说俄罗斯已经警告说 俄方将采取反制措施以确保自卫能力 星期四6月27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上 欧盟领导人就欧洲会议选举后将领导欧盟委员会 欧洲理事会和欧盟最高外交官等官员人选达成一致 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获提名连任 葡萄牙前总组安东尼奥科斯塔将成为欧洲律序会主席 现任爱沙尼亚总理卡亚则被提名为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 65岁的德国政治家乌拉苏拉将连任欧盟委员会主席 包括冯德莱德所属的德国基金教主民主联盟在内的中右翼欧洲人民党 仍然是欧洲会议中最大的党团 这为他的连任竞选提供了助力 欧峰莱德因在新冠病毒疫情危险期间发挥领导力而获得赞誉 当时欧盟为其公民集体购买了疫苗 不过他也因为以疫苗制造商的谈判不透明而就到了严厉的批评 弗莱德恩还将欧盟到20250年实行气候中和的计划更具体化 但在欧洲选取前期他对绿色协议政策的承诺受到了质疑 因为欧盟似乎谨慎地避免击那些认为欧盟环境和欺负罚规 正在将他们推向破产的农民 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星期五表示 在7月的华盛顿北约组织峰会前 波兰将几乎肯定会与乌克兰签署一个双边安全协议 图斯克周四表示 他将在7月9日北约峰会前 在华沙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 路透社报道说 图斯克告诉记者说 我必须与国防部长一起决定我们如何能继续帮助乌克兰 但是我们不能减弱波兰的防卫能力 他接着说 有99%的可能性 我们会和泽连斯基总统签署这一协议 图斯克透露 协议实际上已经签好 只剩下少数细节和措施需要澄清 欧盟及其两个成员国立陶宛和爱沙尼亚星期四 在布鲁塞尔的一个峰会上 分别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安全协议 肯尼亚不是IMF的实验室老鼠 这是本周在肯尼亚抗议增税提案的是 维标牌上出现的众多谴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口号之一 这些抗议活动由精通科技的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推播助澜 其一是肯尼亚政府进华大幅增加税收以偿还其庞大债务 星期二 抗议者在首都内罗币闯入了会议 警方开枪设计造成20多人死亡 在发生了致命抗议事件后 正回来了180多大转弯 被述攻击的总统为人吐脱宣布 听取抗议者的关切 推出有争议的财政法案 鲁头说 大战转而推出削减预算和减缩措施 以试图支撑国家财政 肯尼亚是非洲主要的经济体之一 也是美国的一个关键盟友 在这样的国家发生了混乱 让人们对债务窒息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象提出质疑 并且追问 这一切究竟是谁之过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西亚土地区今晚多云 最低气温华氏57度 摄氏14度 明天停转多云 最高气温华氏74度 摄氏23度 最低气温华氏57度 摄氏14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亚特州一台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 晚上就在07分 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日本外相上川杨子28日在记者会上 对于在中国发生的等候校车的日籍母子 遇袭事件中 努力阻止持刀男子的中国籍女性 胡友平 黎氏表示 无法抑制深切的悲痛 对她勇敢的行动表示深深的感谢和敬意 并由衷至于哀悼 日本驻中大使馆金将半旗 致敬胡友平的大义之举 据共同社今天报道 日本外相对建议有为的中国女性离世 表示哀悼 日本外相上川杨子还强调 希望受伤的日籍母子早日康复 我们将与中国有关部门合作 尽全力确保在华日侨的安全 关于在中国江苏省苏州 等候日本人学校校车的日本女子 被一名中国男子持刀砍伤的事件 当地警方27日发布消息声 被刺呈重伤的校车女性工作人员 胡友平经抢救无效 不幸离世 据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称 胡女士是在试图阻止该行凶男子 冲上校车时遇害 当地有关部门称赞其 无故个人安危挺身而出 勇于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 避免更多人遭受伤害 日本驻华大使馆28日发布中文微博 胡友平女士以一己之力 从歹徒手中保护了无辜的妇佑 相信她的勇气和善良 也代表了广大中国民众 我们在此对胡女士的大义之举致敬 愿胡女士安息 同时还配发了日本国旗 向万旗致哀的照片 共同硕称 该事件发生在24日下午 一名30多岁日本女性和学龄前男童 被男子用刀砍伤 该男子随后被警方抓捕 据中央社今天报道称 一对日本母子24日在江苏省苏州市 被一名中国男子持刀刺伤 引发外国人在中国的安全疑虑 事发过程中 胡友平阻拦了嫌疑人 但被刺伤倒闭 涉事日籍儿童得以趁机躲开 受伤的日本人中 一人在院治疗 无生命危险 另一人当日已出院 而胡友平则在26日因重伤离世 中国外交部此前说 对发生这样的事情表示遗憾 并表示警方初步判断 这是一个偶发事件 据该报道 江苏苏州发生日籍母子遇刺事件 中国籍民众胡友平 上前制止身受重伤 官方宣告强救无效死亡 中国官媒发出评论 表扬一举 并再次强调外籍人士遇袭 事偶发事件 批评外媒政治化 江苏苏州24日发生持刀伤人事件 一对日本母子等候日本学校校车时 遭一名中国男子持刀攻击 校车随车人员胡友平 上前制止该名男子身受重伤 官方宣告胡友平26日抢救无效身亡 苏州将按程序追受建议勇为模范 中国官媒人民日报 环球时报 28日相继发出评论 宣扬胡友平一举 抨击外媒对于该事件 以偏概全的 犯政治化的过渡解读 日本共同社26日称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表示 4月 在苏州一条开有多家日本料理店的街上 一名日籍男子 可能是被中国男子刺中 颈部受轻伤 轻生男子马上被警方制服 苏州是许多日企生产基地 日本社群担忧 情绪浓厚 中国中央政治局会议 昨天通过前两任国防部长 魏凤以及李尚和的罪状 却没有通报前外交部长 情刚的审查结果 有分析指出 这反映情刚的问题 可能不算严重 但也许会平安着陆 如何着陆未提 据中央社今天引述 香港青岛日刊报的分析 在中共20线三中全会前夕 北京官方一口气宣布了 魏凤与李尚和的罪状 双双开出党籍 移交司法 尽管有关他们落满的消息 已经传了一段时间 但由官方正式公布 还是相当震撼 该文章预期三中全会 除了追任李尚和开出党籍的处分 相信还将撤销其 中共中央委员会职务 至于去年年底 接任国防部长的董军 是否在三中全会 称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尚有待观察 文章并指出 昨天的政治局会议 只公布两名军老虎的审查结果 但比李尚和还早三个月 被敏去外交部长的青岗 则还没有通报 这篇文章称 秦刚于二月辞去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职务 而非遭罢免 外界已经相信 其问题可能不算严重 或者将平安着陆 而目前秦刚仅上 中共中央委员意志 未知三中全会 是否会处理 中共二十线三中全会 在推迟近一年之后 最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明确 将于7月15日至18日召开 外界普遍期待 这次会议将出台重大经济改革措施 而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也在周五表示 中国正在计划实施重大改革 但有评论者表示 不要期待会有实质性的经济改革措施 三中全会召开的日程 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 周四开会决定的 据新法社的消息 政治局在这次会议上 听取了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在党内外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 并决定将此稿综合意见后 提交三中全会审议 外界普遍把政治局发布的 这一消息解读为 三中全会再将主要关注经济问题 这似乎也符合去年以来 外界多数观察家 对三中全会的期待 中国外交部网站 周五发布了 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其中提到 我们正在谋划和实施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措施 继续扩大制度性开放 形成更加市场化 法治化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新法社也在同一日通过了央视网和各地方政府网站 判发了文章 以前所未有的力度 开辟事业发展新天地 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 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 全面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计时 其中列举了习近平上台以来 领导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各种例证 让这进一步烘托出三中全会 着重经济问题的气氛 但舆论界对此的反应 并没有一致的乐观情绪 一位参与了三中全会意见争取的专家 命名告诉本台 他推测三中全会只会推出一些空洞的政策 会在中国式现代化和促进新制生产力的名义下 推出一个看上去宏大的钢领性政策文件 对民企也会从科技鼓励创新的角度 做增加一些服饰性政策 仅此而已 这位专家认为 这些政策不会涉及制度层面的改革 即从公众关心的维护私有产权 限制政府干预等角度修改宪法 大幅调整或缩减政府的干预能力等 但他坦言 他并没有看到决定稿的内容 中国七夕党情前夕 一些在这个世界的中国民主人士透露 其在中国的家人正面临不寻常的压力 几位曾在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前 参与抗议活动的人士表示 他们在中国的家人 接人受到当地警察或者国宝的上门询问 李吉成来自三东省泰安市的夏张镇 目前旅居洛杉矶 他说6月4日 他去了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的抗议活动现场 隔天又参加加州自由雕塑公园的抗议活动 中国是在6月7日下午 他接到父亲的微信电话 说有三个警察来到家里 停留了20多分钟 这些警察详细描述了 李吉成在洛杉矶领事馆门口参加活动的情况 包括了当时穿着白色鞋子并带着13岁的女儿 李吉成说 我爸不相信 以为搞错了 觉得我不可能干这些事 但警察提到领事馆 除了女人也在场 最后还警告说 老实点让他停止活动 不要再参与这些事情 这种违反中国的法律是要判刑的 当记者提出联系他国内的家人时 李吉成表示 由于父亲年过六十 身体状况不佳 他不忍让父亲因为他的事情而担心说话 他有糖尿病 在视频里由于过度惊吓 脸色很差 耳朵也不好 每次打电话都要大声喊很多遍 他才能听听 我安慰他说 警察搞错了 那天我只是路过 不会有问题 李吉成告诉美国之音 他之所以参加抗疫活动 是给予他过去的经历 2021年10月 他持旅游签证 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来到美国 他是家里的独生子 10岁时 应计划生育政策 失去了一个弟弟 李吉成毕业于燕泰大学 2009年在山东省济南市 创立了一家网络公司 主要提供 类似百度排名的服务 他说 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 加强了言论的管制 济南省网络警察 要求我和其他网络公司 负责人关掉网站评论 认为想论坛不好打 管理 我不敢不配合 筛了几十个客户 在网站上的论坛 心情非常不爽 后来是公司 今年的十几年后 就不太多了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COVID-19还在流行 你也怕被感染吗 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 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 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 像是多喝水 多运动 睡眠充足等 还有 只要感觉生病 就应该立即做检测 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 及社区机构 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 想了解详情 请致电 1800-525-0127 并按警自检 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 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 索赔成功过后收费 不成功则不收费 联系电话 206-920-6721 206-920-6721 在美丽的天气到来之际 贝尔维尤市政府希望听到您的声音 了解梅登堡湾公园 如何在华盛顿湖畔 为您带来更多阳光下的乐趣 现在参加调查 就有机会赢得免费的皮划艇 独木舟或站立式奖板租赁 与您的朋友 一起在梅登堡湾公园的REI船屋 尽情享受 请访问park-cn.com 了解更多信息 并参加调查 迎娶您的奖品机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栏目 我是朗青 我是Kiki 今天是2024年6月28日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拜登总统同意在德特奥正式提名前两个月进行辩论 希望以此为连任竞选造势 然而他在周四晚上磕磕绊绊 与不连贯的表现 在民主党人中引发了一波恐慌 并促使他们再次开始讨论 他是否应该成为提名人 在90分钟的时间里 声音沙哑的拜登艰难地做出自己的表达 与尽管访话联翩 但口齿伶俐的前总统特朗普抗衡 让人怀疑现任总统 是否有能力 在大选前四个月开启展开一场激烈而有竞争意的竞选活动 81岁的拜登没有消除人们对他年龄的焦虑 而是这一点成为核心问题 几个月来 一直为总统辩护的民主党人 包括他自己政府的成员 在辩论开始几分钟内 就疯狂地通过电话和短信交流 因为很明显 拜登并没有处于最佳状态 一些人在社交媒体上 对他的糟糕状况表示震惊 而另有一些人 则私下讨论 这对民主党意味着什么 以及说服总统 让让位给更年轻的候选人 是否为时已晚 拜登将面临越来越多 要求他让位的呼声 一位曾公开坚定支持拜登的 资深民主党策略师说 民主党人对乔·拜登 有着深厚的感情 现在这感情已经干涸了 上党的存在就是为了获胜 这位民主党人继续说道 那个和特朗普同台的人不可能赢 对特朗普的恐惧压制了 对拜登的批评 现在同样的恐惧将助长 要求他让位的呼声 拜登接受大选辩论的时间 是总统大选历史上最早的 目标是将这场竞选 重新定位为他与一个 试图推翻选举的结果 如再获总统权力将摧毁 美国民主的反对之间的较量 然而当拜登离开亚特南大的 CNN演播室时 却面临着一场关于他本人 集体能力的公投 这场公投将影响 持续数日甚至更久 78岁的特朗普在辩论中 似乎游人犹豫 尽管他滔滔不绝地说出一个 又一个谎言 却没有受到任何有效的质疑 他显得信心十足 同时避免了在2020年 与拜登第一次辩论中 损害他那种过分霸道的举止 似乎认为让对手 身陷在自己的空境之中 却足够了 伙计们 民主党应该提名别人 这还挨得急 辩论结束前 曾在2020年与拜登竞争 民主党提名的杨恩泽 在社交媒体上解到 并添加了一个标签 Sed Jewett 换掉桥 琼斯成是拜奥拉玛总统的 白宫助手也是自由派的重要代表 他预测人们将会重新 讨论这个问题 现在有很多人希望看到 他考虑下去不同的路线 辩论结束后 琼斯在CNN上说 在辩论的前半个小时 网上就充斥着类似的评价 对不起 我要投票给拜登总统 但到目前为止 这是一场灾难 反对特朗普的共和党人 莫非写道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 从1到10 给民主党内部的恐慌成果打分 到了明天会达到28 与特朗普决裂的前白宫助手 格里芬说 我相信情况比大多数人想象的 还要糟糕 长期以来 拜登的顾问一直拒绝 任何有关他退出的讨论 认为这种说法 是一种没有道理的紧张情绪 尽管他在今年秋天 获胜所需的关键州 落后于特朗普 拜登的助手和盟友 一再对民调结果提出质疑 并指出民主党在近期选举中 失败的预测被夸大了 没有哪位现任总统 在竞选周期这么晚的时候 退出竞选 而且关于他如果退出竞选 会发生什么情况 也几乎没有任何共识 周四晚上 民主党人设想了一些场景 要求纽约州参议员查克·舒默 前众议员议长 加利福尼亚州的南西·佩洛西 和南卡罗兰纳州众议员 詹姆斯·克莱普恩等党内元老 出面干预总统 尽管没有迹象 表明他们会有人同意这么做 另一些民主党人担心为时已晚 拜登可能不会听从任何人的意见 除了他妻子 强烈支持他再次参选的基尔·拜登 当晚结束时 总统团队意识到 接下来几天的任务 将是平息这些言论 并且团内党内力量 支持他们这位身处困境的领导人 拜登总统在与特朗普进行2024年总统竞选的第一场拜论 在终局部维建 回答问题时与辅公卿口使盘忽 对前总统争取第二任期造成阻力非常有限 双方在堕胎通货膨胀气候变化 外交事务和移民问题上存在分歧 但最鲜明的对比是在于他们的样子 特朗普自信而有力 尽管他发表了一连串误导性的攻击和谎言 拜登声音沙哑 结结巴巴 偶尔会闭上眼睛 调整思路 但又是无法集中思绪 民主党人的焦虑时刻 每时每刻都在加剧 大约在辩论进行到一半时 拜登身边的人放出消息说 他感冒了 特朗普无情地抨击拜登的弱点 为今何时的各种夸张和修饰 他本人是最伟大的 而他的对手是最差劲的 这些都没有在观众的 亚特兰大CNN演播室里漫天横飞 拜登的盟友迫切 希望他能拿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表现 平息选民对他年龄的持续担忧 这个梦在几分钟内就破灭了 声音呲哑的拜登 试图回忆一些具体细节 费力地阐明他能记住的统计数据 在一次较早的回答中 他把万一符翁和亿万符翁搞混了 有时他完全忘了自己要说什么 西雅图报 西雅图本地新闻 据警方和医院发言人称 一名14岁的男孩周四在奥塞罗社区遭僵击身亡 周四晚8点30分左右 西雅图警方接到911报警 称Rocky Drive South 7400街区发生暴力事件 警官布莱恩·普里查德周五在警局博客中写道 警方发现一名男孩受轻伤 反应迟钝 这条住宅街上有几条连排别墅和一个社区花园 普里查德说 这名14岁的男孩被送往港湾医疗中心 后经抢救无效 死亡 西雅图市长办公室表示 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实际上允许城市制定 针对户外露营的限制性法律 但这不会改变西雅图关于无家可贵者的官方政策 这项判决被一些人视为在无家可贵问题上 最具影响力的法律裁决之一 它可能为西雅图和其他城市推行更严格的政策 或扩大现有的公共露营法规打开大门 无家可贵问题是西雅图和金线的一个长期热点问题 去年华盛顿州的无家可贵者比例在全美各州排名第六 无家可贵者比例的上升速度超过了全美无家可贵者比例的上升速度 今天美国最高法院维持了俄勒坎州格兰斯帕斯市禁止户外露营的法律 推翻了美国第九巡回上述法院2018年的一项裁决 该裁决限制了露营的监管 除非有足够的庇护床位 去年九月西雅图市参议员检察官戴维森起草了一份辩护状 数十个其他美国城市和许多城市加入了这份辩护状 并向法院提交了更多的法庭之友辩护状 呼吁对此案进行复审 是检察官戴维森今天对法院的裁决作出回应 今天的裁决清楚地表明确定无家可贵者的问题政策 是地方民选领导人的任务 这一裁决强调了地方权力的重要性 全国各地的各种司法机构在此次送诉中支持 这表明是地方政府社区中的每个人 创造安全健康的环境重要性 而第九全国法院之前的裁决限制了 这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使其变得更加困难 让无家可贵者提供支持 是我们每个人都应承担的重要责任 同时我们不应该忽略对营地社区的影响 西塔国际机场正在为7月4日 假期周末的大量乘客做准备 预计6月28日至7月8日期间 全国范围内的旅行安检筛查 将超过2800万人 比2023年7月4日的旅客增加了5.4% 西塔国际机场预计在11天内 将安检超过72.5万人 预计最烦满的一天是在7月7日 避免排长队的一种方法是使用Spot Saver 它允许您在没有会员的资格的情况下 加快安全过程 这是一项免费预约服务 每天凌晨4点到晚上10点 向参与站点的所有乘客开放 周四晚上 一名14岁的男孩 在西雅图新获利社区被枪杀 晚上8点过后不久 警方接到假山的7400街区 发生的枪击事件报警电话 当警察到达现场时 发现一名14岁的男孩在人心道上受到了枪伤 声明少年被立即送往港警医疗中心 在最终因伤势过肿而死亡 无记者告诉警察 在听到一声枪响后 一让车迅速离开现场 警方的直升机在埃弗雷特追踪到这辆车 并拘留了三位嫌疑人 其中一名16岁 另一名15岁 警方上午确定枪击事件是否能随机 西雅图市长布鲁斯·哈雷尔近日表示 西雅图正在为NBA超音速队重返该城做准备 哈雷尔说 每周五会都会召开一些会议 讨论如何让超音速回归 我们需要向NBA发出信号 我们想要一支球队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好市长 不仅在于他会积极地轰动效应 并且会促进西雅图基础设施建设 我对不久的将来 这里会发生的事情感觉很好 NBA总裁亚当·肖华曾表示说 联盟对西雅图很感兴趣 此前的2008年超音速队正式离开西雅图 7月4日美国国庆烟花的销量已经开始 Snowholme市县官员提醒称 如果你想去放烟花 必须要找有烟花燃放许可证的地方 Snowholme市县很多地方 燃放烟花是违法的 包括瑞河县公园 州立公园或联邦土地 警方表示他们将执行禁令 并要求居民只有在生命或财产 受到直接威胁时才拨打911 如果音乐噪音或其他人 非法燃放烟花投诉 请拨打非紧急电话 以保持久而要热线畅通 再次后面实现非法燃放烟花的人将灭令500美元的罢款 下面是天区报 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 最低气温环是57度 摄氏14度 明天起转多云 最高气温环是74度 摄氏23度 最低气温环是57度 摄氏14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栏目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COVID-19疫苗 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 别担心 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 免费接种最新疫苗 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CHIP 儿童健保计划 也涵盖免费的COVID-19疫苗 请浏览 Vaccin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 并按锦字键了解详情 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位于Redmond和Belleville的小百零幼儿园 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 由爱兴优质教师执教 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 每周主题课程 艺术兴趣教育等 电话425-761-3726 425-761-372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 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盈利组织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 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PayPal账号是 scbaceattle at 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 感谢您的支持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 北京时间6月28日 2024年NBA选秀大会全部结束 法国前锋扎卡里·李萨谢成为状元秀 胡人在55顺位选中布朗尼·詹姆斯 詹姆斯父子同队创造历史 首轮选秀前三位分别是 老英队获得法国前锋扎卡里·李萨谢 奇才队获得法国中锋 亚历克斯·萨尔 火箭队获得来自肯塔基大学的后卫 李德·谢托德 明镜时间6月28日2024 NBA选秀大会结束 中国球员崔永熙参加选秀 但最终落选 落选后 崔永熙与开拓者签下合同 将代表开拓者初战夏季联赛 参加球队新赛季联赛 21岁的崔永熙曾效力于CBA广州队 她在今年报名参加NBA选秀 但最终落选 北京时间6月30日凌晨 2024年欧洲杯1%决赛即将开战 法国 德国 西班牙 葡萄牙 比利时五大豪强齐聚上半区 组成超级死亡半区 下半区有意大利 英格兰 荷兰 赛列同样悬念众多 暗流涌用 由于法国在欧洲杯小组赛 孟伦1比1暴冷占平 齐前出局波兰 无奈 位居地主的第二 1比8决赛提前遭遇比利时 两队封线 尖刀 卢卡库 与莫巴佩的对决成为此一最大看点 不论是法国还是比利时经济 极大概率要面对塞罗里型的葡萄牙 而在欧洲杯小组赛最后开展的 EF两组火力全开 一组四对同分的骑警 与格鲁基亚暴冷 即便是葡萄牙塔上的 16强后班车的场面 让克罗地亚和却亚利暗联出去 然而更加令人惊叹的是 堪称恐怖的欧洲杯上半区 就此成型 财经方面的消息 赵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今天下跌45.20点 或0.12% 暴收于39,118.86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下跌126.08点 或0.71% 暴收于17,732.60点 标普500指数 下跌22.39点 或0.41% 暴收于5460.48点 HOMEX黄金期货 下跌0.3美元 暴收于2,336.9美元 WT2原油期货 暴收于每桶81.46美元 乌鸾特原油期货 暴收于每桶86.4美元 比特币暴收于60,234美元 上证指数 上涨21.55点 暴2967.40点 香港恒生指数 上涨2.14点 暴17,718.61点 日本日经指数 上涨241.514点 暴39,583.08点 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 为每100美元 兑换726.73元人民币 国际货币基金会的组织 周四表示 美国的赤字过大 债务负担过重 并顶靠称 日益激进的贸易政策 可能带来危险 IMF在称 全球最大经济体 强劲 充满活力 适应适强的同时 对美国提出了 不同寻常的严厉批评 它还向美国今年经济增长的 预期略微下调至2.6% 于4月份预测 下调了0.1个百分点 IMF对美国经济的 年度评选 会中占要表示 财政赤字过大 导致公共债务与GDP 之前出现了持续上争的轨迹 贸易限制的持续过它 以及在解决2023年 倒闭所凸显的弱 脆弱性方面 进展不足 都构成了重要的下行风险 周五 日本财务部任命三村淳为新的财务省傅大臣 接替即将退休的神田真人 成为日本当局负责外汇事务的最高官员 自2021年上任以来 神田经历了疫情和日元长期趋势性贬值等事件 以其富有魅力的政策发言人形象著称 去年六月 日本财务省将神田真人的任期再延长一年 令神田真人成为过去三十年以来 第四位连续三年担任国际事务副大臣的官员 当时市场对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解读为 重申了日本当局将在必要时干预外汇的立场 全职瞩目了法国国民 一选会全职将在本中国举行 二级大型花旗认为最坏写景下 法国股市市值可能下跌多达20% 由BetaMetford请求花旗分析师 在周三公布的报告中指出 无论由玛丽娜领导的极右翼国民联盟 还是左翼带领新人民阵营能得大选 企图实施大部分的税收和支出方案 都将迫使现任总统马克龙辞职 在这一最坏的情形下 MSCI法国指数市盈率将大幅下 挫制11倍 该指数目前盈利率约为13.5倍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 可以通过电台Facebook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平台 今日西雅图 YouTube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 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应用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